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第一个是Modi Router Modi Router继承了Modi Bridge所有的优点 采用了全新的面板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板 对 颜色的 然后新的液晶面板 TFT液晶面板 而且按键非常清晰 路由按键 电瓶按键 预设按键 及Modi Router的整体设置按键 我们来看看后面板 有什么的新的接口呢 我们可以看到 后面板一共有四组Modi输入输出 而且每组Modi输出上面 新多了一个接口 RJ45网线接口 这个接口是我们常见的 家用的这种网线接口 非常方便使用 而且它价格低廉 并且它弥补了以往 RME MADI光纤及 MADI同轴的 单向传输的弱点 它可以双向传输 Modi信号 一根线双向传输 对 非常非常方便 一会它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功能 我在下面的设备会给大家介绍 中间是两个USB接口 一个是用于部件更新 这个是用于我们存储预设 这样我们可以无限制的存储预设 并且调出 存到U盘里 存到U盘里 非常方便 一对World Clock输入输出 即双电源设计 由于Modi router属于星状网络结构 它可以把任意的Modi输入 给它任意的Modi输出 这样的话 我们的设备就会达到非常安全的级别 广播及电视级别 所以是有双电源 对 因为我们做录音的时候 需要一组一倍 在电源方面也需要一组一倍 而且在音频路由的时候 也需要一组一倍 所以我们就是星状网络更加安全 然后第二个 我给大家介绍的是AES3 router 同样 它采用了RME 2013年的 全新的面板设计 按键几乎与Modi router相同 来我们看看它后面板 只不过把Modi换成AES3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理解 这么理解比较直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后面板有四个 DESAB25帧接口 四个DESAB25帧接口 可以同时输出 三四二个AES信号 或者同时输入三四二个AES信号 并且还可以我们通过设置 进行十六路AES输入 十六路AES输出的设置 哪个用作输入 随意都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前面板的跳线 进行任意的设置 所以它非常灵活 同样它有两个RJ45网线接口 刚才我说RJ45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在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它可以为下一级的Modi设备 进行供电 可以进行总线供电 同样它有Modi光纤 及Modi同轴的输入输出 及Sync接口 这个Sync接口呢 不同以往的World Clock 它既兼容World Clock信号 也兼容AES3的同步信号 我们再看这里边 也有一对Midi输入输出 两个USB接口 一个用于固件更新 一个用于我们存储预设 同样安全的双电源设置 来我们看看下一个设备 AES3Conwater AES3Conwater是AES3Router的 一个好伙伴 它的设计非常简明 它只是AES3与Modi的 一个转换器 我们可以看到 它同样有四个 25帧的DESUB接口 同样可以进行 342通道的AES输入 342通道的AES输出 或者同时进行 16通道的AES输入及输出 一对RG45网线接口 可以在上一级设备 接收信号 接收供电 并且为下一级设备 发送信号 发送供电 就是发送和接收 就是用网线传的Modi的信号 对 传的都是Modi的信号 而且可以总线供电 它没有电源 通过网线输入Modi 然后通过这个DB25 再输出AES3 或者转换 对 就是Modi跟AES3的一个转换 但是只能是网线的转换 不能是光纤的 对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 因为它没有电源 它必须有供电设备相连 它是不可能单独工作的 它必须有一个Router来工作 Modi Router AES3 Router 或者是下面的AES3 对 所以我们不需要它有光纤和同流的接口 这边同样有一个Sync接口 可以传输WorldClog 及AES3的同步信号 来 下面出厂的就是我们的ADATRouter ADAT路由器 它结合了ADI-648所有的优点 采用了RME2013年全新的面板设计 简洁明了 设置状态 一目了然 后面板 同样具有8个ADAT输入 8个ADAT输出 一对Modi光纤 一对Modi同轴 及两个RJ45网线接口 来传输Modi信号 即提供供电 Sync接口 GSO同步信号 WorldClog 及AES3的同步信号 两个USB接口 一个用于固件更新 一个用于无线的存储预设 一对Modi输出 双电源设计 非常安全 来 好 我们看一看 跟ADAT ROOTER搭配的 非常好的伙伴 就是ADAT 砍Water 跟AS3 砍Water 面板设计 雷同 如果是把AS3 换成ADAT Yes 后面板也是有 八个ADAT输入 八个ADAT输出 两个RJ45网线接口 可以接收信号 接收供电 及发送信号 发送供电 传输的是Modi信号 Sync接口 可以接收和发送 AS3的 及WorldClog的同步信号 OK 那整个这五套设备 五个设备 是一套使用 对 可以分开使用 就是说 但是分开使用的 像ROOTER 是可以单独工作的 但是砍Water 是必须搭配ROOTER 工作的 用网线传输Modi 的优势是什么 用网线传输Modi 主要是网线 我们使用起来 比较方便 而且它的传输距离 也能达到100米 而且它非常非常廉价 最大的优点 其实在我们这里说的 就是它可以 为下一级设备提供供电 而且一根网线 是双向传输 是64件 64出 就是它现在可以 传输128个音频通道 延迟是什么的 没问题 延迟 没问题 绝对能达到 RME以往的这个音频 Modi 音频传输的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使用起来 比长距离传输一样 当然 如果我们需要进行远距离传输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个Modi 光线进行传输 因为它的最长距离 如果是多门形式可以是两公里 单门形式可以是十公里 达不到 如果真正的进行远距离传输的时候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 网线转为 光线进行传输就可以了 那我用网线的考虑 就在于它便宜 网线便宜 它可以为下一级设备提供供电 它为客户提供了第三个介入方案 这个是将来有更大的意义